堪称金宗旅导演施智玉和受邀来台 参加第5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他将搭档贵仁美担任颁奖人 他昨天接受采访 透露过去看完蓝色大门后 变成贵仁美粉丝 最近还看了百日宴货 觉得非常惊艳 这次来台星辰满满 最大的任务就是在典礼上 跟对方一起颁奖 智玉很紧张 至于是否有看过近期的作品 台北女子图鉴 施智玉和表示知道这部剧 但还没时间欣赏 康浩拿下砍成影帝 该片也入围 本届拿含青龙奖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 他多次在访谈中提到 自己追韩剧《我的大叔》时 对IU的演技印象深刻 因为疫情期间拍片受阻 摄影师好友推进他 看IU主演的《我的大叔》 他追完剧后就爱上IU 决定邀约对方才也因而转运战 提到关注的台湾演员 是至于和印象深刻的是 《眼光普照》中的陈以文 他认为最近台湾的电影发展很蓬勃 让他看了很开心